中文字幕志愿者 军舰在黑海对一艘前往乌克兰港口的货船 开火警告 各位中文好 欢迎搭乘凤凰五件专列 我是郭阳子 欢迎您好 我是小商议头条吗 持续跟进到的是 夏威夷毛衣岛的山火灾难 现在是已经造成至少了93人死亡 而当局也预计死亡人数恐怕还会增加 而且要寻找和辨认遇难者的工作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而这次的山火规模空前 引发人祸的质疑声浪 而夏威夷紧急事务管理局早前也证实 拉海纳遭山火清洗之前 全部的警报器未被启动 这也使得民众未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逃命 而正在家乡特拉华州度过周末的 美国总统拜登 在回应记者提问时只表示 他的政府团队正在研究相关情况 野火延烧多日 消防人员仍在与尚未扑灭的伙事做斗争 美国国民警卫队也加入协助灭火 搜救人员则带着寻尸犬 穿梭在灰白色的废墟中寻找遇难者遗体 当局指寻找和辨认遇难者身份的工作 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 携带寻尸犬的工作人员 仅覆盖了3%的搜索区域 同时遗体身份辨认工作也存在挑战 由于这些遇难者经历了足以令金属融化的大火 当工作人员尝试抬起遗体时 遗骸就已解体成碎片 截至12号 仅有两名死者身份得到确认 夏威夷州州长格林表示 这是夏威夷有史以来遭遇过最严重的自然灾害 形容当地现状如同战区 他指出 西茅伊至少有2200座建筑物遭到损毁或破坏 绝大多数都是住宅 全岛损失估计接近60亿美元 灾难发生后 当地居民尽己所能相互扶持帮助 许多人带来食物 饮用水 衣物 照明设备等物资 也有人尽力救助在火灾中流离失所的动物 也有民众质疑当局 未能及时发出火灾警报 夏威夷应急管理局的记录显示 野火来袭时 警报并未响起 许多幸存者也称 从头到尾都没有听到警报声 而当地通过手机 电视和广播电台发出的警告 也因大范围电力和蜂窝网络中断受到限制 未能及时收到提醒 导致许多民众躲避不及 有人一直联系警察局和红十字 寻找失踪的九名家人 却未能获得帮助 正在家乡特拉华州度周末的美国总统拜登 和第一夫人吉尔在骑行时 被记者问及毛一岛火灾 拜登笑容满面地表示 正在研究相关情况 现在夏威夷的山火已经进入第六天了 灾后的问题频发 我们的记者正在赶赴重灾区 拉海纳的路上 沿途的情况怎么样呢 你可来看本台特派记者杨平俊 发回来的报道 我们现在所得位置是距离这次发生山火 最为严重的夏威夷毛一岛 拉谷那镇距离十公里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我们在不断地找当地前进 而这次的山火进入第六天 目前位于拉谷拉海纳地区的民众 对于官方对于控制或封锁高速的做法 非常的不满 他认为这一做法严重影响了当地 运送物资和救援以及援助这样的情况 当地不少民众是在倒入一旁等待 每天送往当地的食物和水 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们对于包括NBC等多家美国主物 有媒体都发了不设样的牢骚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另外今天这个事件 也让我们觉得有个非常奇怪的点 在于说和以往我们参与报道过 造成八十五人死亡 加州天堂镇珊瑚不同的事 这次当地的官方对于媒体的管制 是比较的严格 截至目前大部分的媒体都被拒绝前往 这次山火最严重的拉海纳镇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这一次官方的理由是说 为了能够保证后学救援和援助能够顺利进行 而拒绝了媒体进入当地 但我们看到的情况 我们的分析 大部分媒体同学都认为说 目前官方的做法是为了想进一步减少 这次山火对于当地夏威夷支柱的旅游月造成的负面的影响 这是他们的做法是出于这个原因 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是在这个周六的时候 有包括夏威夷当地的三家的律师楼联合发起诉讼 对于夏威夷的电力公司发起诉讼 原因是因为在事发在周二当天 位于拉海纳镇的一个电线站出现了故障 当时已经收到这样的电线报告 他们认为这个电线的故障可能是导致山火的原因 因此对于夏威夷的公司发起诉讼 但是强调一点 这个并不是目前的官方的说法 关于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而且目前我们现在的位置是继续朝拉海纳镇前进 但是目前前方解过前方怎么样 无人而知 我们刚刚通过了警方设立的第一个封锁线 但是我们还是往前走 但后续怎么样 我们将持续为了带来更多的报道 美国夏威夷州遭遇百年罕见大火 夏威夷州长格林13号接受采访时说 全球变暖是这一次火灾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格林表示 全球变暖是毛衣岛烟火爆发的主要原因 他称这就是全球变暖时代火龙卷的样子 风速达到每小时接近130公里 1000度的高温也是产生了穿过建筑物的火旋风 格林还说 拉海纳的一切都被移为平地 已经沦为了一个被彻底摧毁的战区 格林还警告称 全球变暖对所有人还有所有的地方而言 都是真真切切的 他呼吁人们要尽其所能 来阻止和扭转全球变暖所产生的影响 这一次在夏威夷毛衣岛造成的山火至少有93人死亡 也成为美国超过一个世纪以来伤亡最严重的火灾 夏威夷的火努卤卤主教 13号举行了弥撒 就在重灾区拉海纳几千米拜的圣新宣教天主教堂 葫芦卢卢主教席尔瓦主持了弥撒仪式 他首先向人们转达了教宗方济各对灾民的关切 当天有大批教众前来 他们中有的人在火灾中失去了亲人 有的失去了房子 有的人在焦急的等待与失联亲人重聚 在带给人抚慰的教堂音乐声中 他们或啜泣或祈祷 我失去我的叔叔 丹尼和他妻子 丹尼和他妻子 丹尼和他父亲 丹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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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舍火一大火的圣心学校校长表示 他准备为被安置在酒店大堂和会议室的200名学生复客 让他们能从受火灾影响的情绪中抽离逐渐回归正常生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到的是江苏严城市大风区13号下午发生龙卷风自然灾害 造成两人死亡15人受伤 而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11号发生的山洪泥石流灾害 截至13号的下午6点钟 已经发现了21名遇难者 仍然有6人失联 江苏省严城市大风区部分乡镇13号下午4点多 因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出现龙卷风 民众拍摄视频显示龙卷风声势惊人 有目击者说乡镇里有很多屋顶瓦片被刮走 道路旁的树木被吹倒 砸到过路车辆 经中国气象局和江苏省气象局专家鉴定 此次龙卷风等级为EF2级 即中等强度 灾情发生后 当地应急 消防电力等部门组织力量 全力开展商员救治 电力抢修 灾情核查 居民安抚等工作 目前受灾民众均以妥善转移安置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而在陕西 据西安应急管理部门消息 西安长安区 鑾镇街道 魏子平村 鸡窝子组 11号突发山洪泥石流灾害 至今造成20多人死亡或失踪 据专家初步研判 是短时暴雨导致上游山体垮塌 引发山洪 事发后 当地立即成立现场指挥部 抽调救援力量近千人 出动各种设备和搜救权 进行人员搜救及抢险救援等工作 截至13号下午4点 当地已累计转移安置群众186人 受损道路已抢通 遭破坏通信基站也已恢复服务 800多户居民恢复供电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由于受到的卡努残余环流的影响之下 辽宁 吉林等地都迎来了 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形态 而防汛工作也在持续当中 而日前的持续强降雨也导致了 黑龙江多地的基础设施 不同程度地受到损毁 而各地正在陆续地推进 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辽宁多地迎来降雨过程 其中沈阳出现短时强降雨 多路段出现积水 大连市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 局地慢有雷电 雷暴 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丹东局地也出现强降水 目前降水已有所减弱 主要河流水势保持稳定 暂未发生超紧极限水位情况 岸山市秀岩满足自治县 是本次降雨防御重点 当地连夜组织 15000多名群众转移避险 吉林省东南部也迎来明显降水过程 为应对本轮降水 通话市住建部门成立多支队伍 对城区强排泵站进行隐患排查 并预防性转移430多人 黑龙江临日来加快推进受灾地区 积水排涝 逢疫消沙 饮水安全 基础设施 抢修等工作 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受洪水影响 海陵市有26处供水工程设施 遭污染或破坏 相关部门对供水水源地 加压泵站等重点设施 清理淤泥杂物 维修积电设备 目前已有24处陆续恢复供水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有关于黑龙江洪灾的最新消息 马上连线仍旧在黑龙江东营市现场的本台 特派记者霍伟伟去了解情况 喂 伍安 伍安 响宇 杨泽 伍安 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你背后这一片看起来相当凌乱的 它本来是什么 而且目前现在气象局也讲了 又一波的强降雨恐怕又要来袭 在重建跟清淤 就要面对接下来的预防救灾 该怎么去做到平衡呢 伍伍 是的 你为的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现在来说的话 现在灾区的面积是比较大的 淤泥 洪水刚刚退去之后 流下来的淤泥是第一大问题要解决的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要应对新一轮的降雨 从目前的天气情况来看的话 在东宁以及黑龙江的东南部地区来说的话 降雨并不是很多 在昨天晚间的话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但是大面积的降雨还没有出现 但是因为之前已经产生了比较大的洪灾 包括河道等等 它的积水是已经比较多的情况下 应对新一流的降雨也是非常困难 但是尽快地采取措施 是要保障路面交通的一个通畅 包括救援力量能够尽快地打入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尽快地确保各条设施 能够尽快地恢复到之前应有的状态 你刚才也问到了 我现在所的位置 我现在所的位置 是在太平川 从背后的画面当中 确实看到的是非常空旷的 空旷的 在我脚下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沙 也有砖头 包括往前看 摄像是把镜头推出去的时候 能够看到地面上留下了 很多的石头 也有水冲击之后 留下的很多勾勾赫赫赫 这个地方的话 远北并不是一个河流 或者是一个有水经过的地方 它是比较靠近山的 靠近山的位置 这地方附近是有水源的情况下 很多的农民都在这里租住的 租的是一些农田 要种的是黑木尔 黑木尔在东宁市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特产产品 我身后远处看到的很多的白色的袋子 就是黑木尔的菌带 黑木尔的菌带 东宁的黑木尔是被称作是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产品 它是非常知名的 在附近能够看到很多的菌带 都是大量生产这些黑木尔的 但是这一次洪灾之后 可以看到 无论是我们在路面 还是在城市的街道当中 都随处能够看到很多的菌带 就是洪水冲击之后 把菌带全部冲走了 跟黑木尔的农民 确实造成了比较大的一个冲击 但是比较好的一点来说的话 黑木尔的生产季节 现在并不是一个旺季 它的旺盛期已经是基北过去了 现在是一个扫尾的阶段 所以随时的话 可能会稍少一点 另外一个部分是秋木尔 可能会影响比较大的 对于附近的农民来说的话 他们很庆幸 当天晚间并不是在附近 没有发生人员的伤亡 是一个比较庆幸的 经济随时并不是在高峰时期 比较少一点 也是他们比较庆幸的 接下来恢复生产 是最重要的工作 以上是我们目前在现场了解的情况 先把时间交换给香港 再次谢谢韦韦的最新连线 那么关于这一次 东北地区的洪水过境之后 刚也提到了 灾区是留下了大量的杂物 还有淤泥 所以要想清理干净 这些杂物是一个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如今的农村 老年人口占比更高 而空潮老人 想回一趟洪水冲击后的家 都非常的不容易 来看一下特派记者 霍韦韦从黑龙江东营 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在大渡川镇的街头 所有人都忙忙碌碌碌 不是在清淤泥 康奶奶等到下午一点多 终于等来了推土机 不过推土机要干的活太多 只能先给推出一条进屋的路 康奶奶终于顺利地进到屋子里 并没有进水 她自己想用铁锹 把大门周围的淤泥铲掉 关上大门 但是铲不动 邻居也劝说别关了 康贵芳这样的空潮老人 并不是个案 街口的赵兰英也是空潮老人 孩子们在北京武汉打工 自己一个人在家 看着满院子的淤泥 它实在是铲不动 两天时间 先把卫生间的路清除出来 听说村里安排推土机 产淤泥 就想办法 把大门附近的淤泥清掉 把大门打开 要想把门推开 只能在路边喊年轻人帮忙 在傍晚的时候 赵兰英终于等到了推土机 把院子里大部分的淤泥清走 剩下的淤泥 她准备分散着 未来几天慢慢清理 我愁得都哭了好一场了 看现在可以笑点了 没办法去 我往北边那个溜达溜达 我看有的家受灾的 那个很严重的 比我还严重 我还觉得心里还好受点 寻找点安慰 对 凤凰卫视 霍维伟 王磊 刘家浩 黑龙江东宁报道 欢迎 其实今天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13号在金边 拜访了柬埔寨国王 希哈莫尼 并分别会见了首相洪森 以及后任首相洪马奈 检方表示 将有序推进新一届政府交接 继续坚定不移 发展对华友好 王毅星期天下午 冒雨到金边王宫 拜访国王希哈莫尼 希哈莫尼对他的到访由衷感谢 表示相信中简合作 未来将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务实成果 王毅星期天也和柬埔寨首相洪森 以及后任首相洪马奈会面 洪森表示 柬埔寨是中方为真正的战略依靠 和坚强的战略后盾 柬埔寨新一届政府将有序推进 待机交接 后任首相洪马奈则也表示 期待同中方加强高层往来和战略协调 王毅说 柬埔寨奉行的对华友好政策 完全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 中方愿同柬埔寨新一届政府 建立紧密联系 连续友好 洪森则表示 一带一路使柬埔寨获益良多 期待同中方落实钻石六边合作共识 推进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的建设 在王毅两天的访问当中 柬埔寨多次用铁杆朋友来形容中国 王毅表示感谢中方高度重视 并不断提升中简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柬埔寨新一届政府将保持 内外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友谊 凤凰卫视记者刘备 柬埔寨首都金边报道 印度媒体现在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 印度和中国军方将会在14号要举行第19轮的会谈 印度媒体13号的报道说 中印两军将会就中印边境时空线地区局势 举行第19轮的会谈 而中印两军在今年的4月份就举行了第18轮军长级会谈 中国防部在之后表示 中印双方奔着友好和坦诚的精神 就有关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两国领导人共同的指引之下 也根据两国外长会晤的成果 双方同意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 保持密切的沟通对话 要加快地解决中印边界有关问题 同时继续地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根据美国有线新闻网CN的报道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预先表示 与中国海岸警卫队的热线已经失效 菲方没有从中获得过任何好处 目前只有菲律宾外交部 与中国政府的直接沟通渠道开放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称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 于2016年在北京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决定开设这条热线 一年之后热线正式启用 而发言人表示 在过去的六年当中 这条热线并未能在涉及 与中国相关的海事事件当中产生积极效果 没有给彼此一个对话的机会 去年的一月份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访问中国时 中非并未续签两国海警机构的 谅解备忘录 发言人补充称 这是中国大使馆提出的 谅解备忘录之一 但是当时没有续签 接下来聚焦 朝中设在14号的报道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11号到12号 视察了战术导弹厂等一些重要的军工厂 要了解军需生产情况 此外美国国务院表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今日将会与日本外交林方正 以及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正 举行线哨会谈 金正恩视察战术导弹厂时 具体了解了导弹生产情况 产能扩充 以及工厂现代化改造进展情况 他指出 要在以取得成就的基础上 实现现有导弹生产能力的飞跃提高 按照前线部队和导弹部队编制 与作战计划需求 大量生产并列装部队 在战术导弹发射驾车场 金正恩了解了各种发射驾车开发生产情况 他指出 随着部队装备需求和利用方案已确定 应全力开展朝鲜式高质量发射驾车生产斗争 按计划无条件完成党的八大提出的生产目标 金正恩视察战斗装甲战车场时 亲自驾驶新开发的多用途战斗装甲车 了解多用途战斗装甲车开发情况 还提出了在朝鲜式多用途战斗装甲车开发工作中 要达到的战术技术数据和工厂的战斗任务 金正恩又实地指导大口径可控火箭炮弹厂 了解火箭炮弹生产正常化情况 称实现122毫米和240毫米火箭炮弹操纵化 是在现代战争准备方面的重大变化 金正恩说 要根据朝军作战需求 进一步增长炮弹生产 金正恩指出 朝军要具备随时都能应对任何战争的压倒性军事力量 并沿阵以待 做好充分的战备 以使敌人不敢使用武力 若敌人来犯 就必须彻底歼灭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讲完下的物举是最新战报 乌克兰总统斯莲斯基 他说 俄罗斯对于乌南部的赫尔松地区 发起了猛烈的炮击 现在根据乌克兰内务部的消息指出 袭击造成至少有7个人丧生 至少22人受伤 俄罗斯国防部也表示 在别尔哥罗德州 还有俄西部地区 共击落了至少有5架的乌克兰无人机 当地的官员说 别尔哥罗德市有一栋的公寓楼 遭到了受袭受损 那图表上面也显示到了其他详情 根据乌克兰媒体的报道 敖德萨市当晚传出了4次的爆炸声响 而当地发布了防空警报 有一家的超市遭到了俄方的袭击起火 另外有报道说 加波罗德地区遭到了S300导弹的袭击 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 德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 新一代的月神无人机系统 那么这个系统也包括 地面控制站 发射器跟军用卡车 可以用作侦查提供网络以及干扰通信 而英国的卫报则说 乌克兰已经是成为了 埋射地雷最多的国家 而乌克兰国防部长 他也表示 在部分地区每平方米的土地 竟然挖出了五枚的地雷 而根据国际文传电讯社的报道 乌克兰已经开始对愿意使用 黑海人道主义走廊的船只 进行登记 那么就在上周 乌克兰也宣布在黑海建立 人道主义走廊 要挑战俄罗斯的封锁 乌军13号 在扎波罗热攻击有重大的进展 乌军的线头部队 已经突入托克马克市右翼的定居点 而这个定居点 离托克马克市的东郊 只有13.8公里 距离额控中心城市 梅利托布尔直线距离 约50余公里 在南敦尼茨克方向 托克马克市是顿巴斯四条国道线的中枢点 这里离扎波罗热的核电厂只有70余公里 星期天 托克马克市右翼13.8公里的乌罗扎伊热耶村 对俄军出现了相当的困难的局势 乌军在前线的这一地区 动用了大量的兵力 几周以来 在乌罗扎伊热耶村的激烈血腥的战斗中 乌军出动了这个方向 进攻集群中的四个旅级的突击队 两个突击队为一个攻击的波刺 轮番进行 并使用了包括坦克在内的 大量的重型装甲 星期天 俄军被迫撤出了乌罗扎伊热耶村 当下 俄军也正在使用重炮和陆军的航空兵 对乌军造成大规模的火力杀伤 俄罗斯媒体指出 从俄罗斯乌兰乌德参加顿巴斯轮战的 俄罗斯东部军区36集团军 第37坦克旅在战斗中失误 他们没有对不同建制的 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 陆战44旅进行了战术的资源 俄军坦克旅的理由是 坦克一旦进入到射击阵地后 就会成为乌军的火把子 并会遭到火力的摧毁 据悉 当前防守任务相当艰难 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 构筑扎波罗热前线的 奥利霍夫方向的支撑点 便是托克马克斯 这属于俄军扎波罗热的第二道防线 如果这个方向亏后 那么至梅利托波尔俄军的第三道防线 将面临威胁 这也将直接影响到俄军 通往克里米亚大陆桥通道的安全 也对通向敦尼茨克通道 并造成切断的可能性 星期天在巴赫木特方向 局势相对稳定 而在顿巴斯北线的库皮扬斯克 俄罗斯军队完全占有主动权 俄罗斯第一第二坦克集团军 正在对乌军的坦克旅形成包围的态势 战斗也正在紧张的进行之中 凤凰卫视卢语光莫斯科报道 但这粮食这运作上面 真能够安全吗 因为这俄乌的黑海粮食协议中断之际 俄罗斯的军舰13号在黑海 企图检查一艘悬挂帕劳国旗 前往乌克兰的货船 被拒绝之后 而方向货船开出了这开火警告 而货船其后停航 让俄军登船进行检查 最终在完成检查后 获得放行继续前往乌克兰的港口 而这也是俄罗斯自上个月 退出黑海粮食协议以来 首次向海上货船开火 涉事货船是一艘干货船 悬挂帕劳国旗 当时正驶往乌克兰伊兹梅尔港 而向货船开火警告的是 瓦西里贝科夫号巡逻舰 隶属俄罗斯黑海舰队 监控录像显示 帕劳吉干货船事发当天凌晨 通过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 进入黑海 到莫斯科时间13号 清晨6时40分左右 货船和俄方巡逻舰 在黑海西南部海域相遇 俄国防部表示 俄方要求货船停船 以检查船只是否运输违禁品 但货船船长没有做出回应 俄舰上军人于是使用自动武器 对货船进行开火警告 迫使其停船 俄军人员随后乘坐 巡逻舰上的卡2-9型直升机 降落货船进行检查 最终俄方顺利完成检查 或船或放行 继续驶往伊兹梅尔港 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 上月18日届满后 俄罗斯指西方没有按协议履行责任 因此拒绝继续延长协议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材料消息要先看到的是市场 现在观望中国周二公布一系列的经济数据 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全线偏软 而日本和韩国股市都下跌超过了1% 而台湾股市更大跌1.6% 内地的呼声两市也是双双走弱 互指中午报3156点 下跌32点 跌幅1.01% 半日成交1972亿人民币 深圳指中午报10662点 下跌146点 跌幅1.35% 半日成交2631亿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 恒胜指数低开377点 失守19000点的整数关口 随后跌幅颇大 而碧桂园暂停债券买卖 处罚内房股重挫 科技股同样走弱 横指中午报18616点 下跌459点 跌幅2.41% 半日成交577亿港元 而内地大型的房地产 民企碧桂园旗下公司的11支债券 周一起要暂停买卖 也拖累了这公司股价 在周一击错了超过1成6 周五时报债0.82港元 有内地的媒体报道指出 碧桂园希望短期内 启动债务重组 那么除了碧桂园之外 内地远洋集团 也出现了债务违约 未能偿付 2094万美元的利息 而相关的票据 周一起停牌 直至有进一步的通知 碧桂园上周四公布 预料上半年亏损 450亿到550亿元人民币 拖累股价失守1港元 整数关口 跌至0.98港元的 接近14年新低 公司周六深夜 再发出公告 指因为近期计划 就公司债券对付 安排事项 召开债权持有人会议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根据相关规定 将11支境内公司债券停牌 这批债券复牌时间 另行确定 相关债券的发行规模 超过211亿元人民币 内地媒体估算 存续本金 上于大约160亿元 当中最大的一支债券 发行本金超过58亿元 剩余超过39亿元的本金 会在9月2号到期 需要对付 碧桂园在公告中又提到 会与各持份者沟通 并考虑采取各种债务管理措施 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碧桂园董事局主席杨慧言 日前曾经发表声明 指销售及再融资环境不利 正承受阶段性流动压力 代表管理层表示歉意 会采取更有利 有效措施 全力以赴保交付 拼尽全力扭转当情局面 有内地传媒报道指 碧桂园希望短期内 启动债务重组 让公司更多精力放在保交楼之上 又引述接近碧桂园管理层人士 指集团一直坚持还债 除了使旅行企业应有职责 也认为今年下半年 房地产市场会有所恢复 报道又引述业内人士分析 称碧桂园市场影响力庞大 根据去年发表的报告 超过三万三千家供应商 与碧桂园有合作关系 集团未来三十天的发展 将影响整个房地产市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对我们这种有时候时间 就是会来不及的人 好消息来了哦 是的 港铁推出的灵活型变更车次的安排 今天起开始实施了 灵活型安排适用于 往返香港西九龙站 跟福田站的三十八个班次 就是说如果乘客 赶不及搭乘原定的班次的话 或是说要临时的改变行程 那么除去一般改票程序之外 也可以于乘车的当日 使用灵活型来免费更改 当天指定车次最多三次 也是让短途的乘客可以弹性的安排行程了 港铁在香港西九龙站的 B3层离近大唐的后车区 是增设了八部灵活型的自助机 而B1层的票务大唐 原有的自助售票机 也是新增了灵活型的功能 那现场呢 并且设置了询问处来协助乘客 港铁也表示说 14号会加派人手来提供服务 好 有关灵活型在香港西九龙站 第一天运行的知情消息 力可以给连线在 仍旧在现场的记者王雨婷 雨婷现在西九龙站 这灵活型的目前运用状况如何呢 赶快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了 主播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西九龙站的离港大唐 今天是实行这个灵活型措施的第一天 大家可以看向我的身后啊 是几部自助的票务机 可以看到有一些乘客 已经在这里进行一个改签的操作 并且可以看到现场呢 也是增派了一些人手和工作人员 举着这个关于灵活型的一些流程的牌子 并且呢给现场进行改签的人 提供一些基础的服务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灵活型 它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除了在原有的一般改票的安排之外 乘客来往深圳和香港两地 如果因为这个班次是非常频密的 如果是错过了不小心错过了 或者是自己的整个行程有变 可以在原先的改签的基础之上呢 增加了最多三次的免费改签 乘客可以在原来车次开出前的45分钟 以及开车后的一小时之内 也就是意味着如果你是迟到了 依然是可以进行一个改签操作的 这个呢其实这样的安排就比较少见 可以说是非常方便 两地的市民进行来往了 那么我们知道啊 就是除了可以在现场进行一个自助的改签之外呢 也可以在手机上进行操作 目前还是首阶段实行的过程 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限制 所以大家也要注意 看自己整个的那个要求的流程 是怎么样来规划自己的行程安排了 那么我们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好谢谢雨婷刚介绍了 去香港西九龙站的一个情况 那么对于深圳福田站的运作首日情况 马上连线正在福田高地站的介绍陈瑞希 去了解情况 瑞希你好 中午好杨子 嗯 瑞希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的福田站高地站的运营情况到底怎么样 而且关于这个票的改签细则 你有怎样的观察呢 好的杨子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深圳市福田站 那么检票口的一个区域 在我左手边可以看到 类似这样的一个一拉宝 能够详细介绍这次灵活型的细节呢 其实在站内的多个显眼的位置都有摆放 那么目前呢 我们在跟旅客聊天的过程当中 他们都表示啊 其实灵活型这个政策呢 非常的便明 同时呢 在他们熟悉使用手机程序改签上面 整个体验也是非常的顺畅 那么改签完成之后呢 一两分钟就可以完成了 那么对于有些乘客呢 目前其实来说 实施首日还不太熟悉细则 那么我们总结梳理了一下 那么首先第一个 也就是免费改签的三次呢 其实都必须要在乘车当天的一个日期来完成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你购买的是图经福田 或者是图经香港西九龙的车票呢 那么就不属于这一次灵活型的一个实施范围当中的 那么请也是旅客必须要提前看好自己的票据 符不符合规定 那么第三个呢 其实也是要提醒一下 就是这一次的一个灵活型的一个安排呢 虽然说我们说有刚刚前两个细则规定 但是呢 为了在安全保考量的一个基础上面呢 是尽可能的增加班次列车上面的一个战票 那么即便乘客是买不到 选不到座位的情况下呢 也可以搭乘他们所想选的这样的一个车试的 我们知道广铁集团在过去的一个暑假呢 那么运送的旅客超过了1000多万人次 广铁集团每天的日均发送人次呢 也超过了5.4万 为此呢 铁路部门呢 也是征派人手 那么协助在这样的一些区域呢 帮助旅客呢 去改签 同时呢 也是在优化票务系统的基础上呢 给内部的业务人员进行专业的培训 那么尽可能的为我们在暑假 尾声期间还要出行的旅客提供更好的服务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福田站聊聊到的情况 接下来把时间将会给香港 好的了解 谢谢瑞希带来的详细介绍 接下来看一下是贵州最近很红啊 因为这村超乡村足球联赛 近期是火遍了全网 而日前更是吸引了香港明星足球队 慕名前来体验过招 由陈百祥 黄日华等多位的港星组成的明星队 12号在贵阳对战多彩贵州足球联队 也是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友谊赛之后 13号前往贵州荣江县应战贵州村超联队 香港明星队的队员就说 在比赛的兴奋之余 也想要将这种全民的运动精神带回大湾区 这个就是将所有足球提起全民运动的精神 所以我很想将村超这个精神带回去全中国 首先可能带去 因为荣村始终是大湾区的桥头堡 他介绍了一个电话 那么我就将它带回到大湾区 如果在大湾区可以每一个城市和他踢一场 例如深圳 东莞 佛山 什么 每人出一队 然后踢了一个友谊赛 然后我最想将它带回香港 踢一场 跟香港总决赛也好 什么都好 在香港大湾 那就显出大家足球带出来的讯息 是全民街运动和开心 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马斯克早前在旗下的社交平台X上说 他与扎克伯格的决斗将会在X的平台上直播 但是他并未给出决斗的具体时间还有地点等信息 扎克伯格竟然又有回应 不过在自己的平台Threads上面发帖说 双方是时候从着龙斗的滑稽闹剧当中走出来 所以是要不要约啊 现在指出的马斯克对此的态度并不认真 扎克伯格就说了 如果说马斯克你想要真正的一场综合格斗比赛 应该要自己训练并且在准备好参加比赛的时候 让我知道吧 这马斯克则发推回应说 明天就要去敲这扎克伯格的门 要求决斗 现在有观点就认为 马斯克打算要直播决斗 是为了要宣传他自己的社交平台 也是用把这X打造成一座数字广场 再来关注到的是一支接在中方工程师的车队 13号在巴基斯坦西南部瓜达尔港是遭到了武装分子的袭击 车队的23名人员全部安全 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强烈谴责这一恐怖主义行径 并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9点30分 中方人员共23人分成多辆防弹车 在瓜达尔港警察局附近遭遇袭击 过程中有一个简易炸弹爆炸 有车辆受到了枪击 防弹剥离出现裂纹 中方人员没有受伤 车队已经返回港区 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发言人 当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平台发文 只预袭的是瓜达尔港中方项目车队 车队当时正从瓜达尔机场返回港区 途中遇袭 总领馆强烈谴责这一恐怖主义行径 以要求八方严惩凶手 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确保中国公民机构和项目安全 而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 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当天在瓜达尔港 开展反恐行动 打死两名恐怖分子 比陆支解放军随后宣称对袭击负责 总领馆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提醒当地中国公民企业项目提高警惕 升级安保举措 防范安全风险 密切关注安全形势 确保安全 缝合一事综合报道 尼日尔政变军人代表团 在12号是访问了几内亚要寻求支持 而尼日利亚的军方现在举报 已经开始为出兵尼日尔来做准备 尼日尔政变军领导人齐亚尼 派出由防长巴尔木率领的代表团 访问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 并获几内亚军政府领导人敦布亚接见 巴尔木强调 尼日尔不仅对几内亚表示感谢 还请求几内亚加大支持力度 来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 保卫尼日尔国家安全 此前几内亚成为首个 支持尼日尔政变军政府的国家 并表示希望军政府 能保证国家稳定与和谐 顿布亚则重申几内亚对兄弟国家的坚定支持 另据尼日利亚媒体报道 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则呈各部门主管 汇报有关派军进驻 尼日尔所需军事资源 包括部队人数 装备和军费开支等 据悉 为镇压尼日尔境内判军 至少需派遣两个营的军队 一个营的士兵人数在300至1000之间 据消息人士透露 未成功评判 评判部队人数因为判军的十倍 塞内加尔 贝宁 科特迪瓦等 西贡体成员国 也可能出兵协助尼日尔平乱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意大利埃特纳火山 13号喷出炽热熔岩流 意大利民防部就表示 埃特纳火山已经进入到 喷发的预警阶段 埃特纳火山从13号的晚上开始 持续地有熔岩流审出 随后意大利民防部就发布官方声明称 埃特纳火山状态从F0级过渡到了F1级 已经进入到了预警阶段 这也代表着熔岩即将形成 火山喷发的可能性大增 埃特纳火山是位于西西里岛卡塔尼亚镇 目前仍然处于活跃状态 但是它的爆发很少造成重大的破坏 埃特纳火山被认为是自有记录以来 所有火山当中喷发历史最长的火山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25年 感谢您达成今天的凤凰五件专列 请您持续锁定我们各节新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